烟到这个热火在里头来回兜 最后才出烟筒 所以那火腔特别热 北京不成啊 北京冬天都是炉子 都是家里装一炉子 炉子又装烟筒又安风斗的 而且还脏 所以过去的这个 一到这个入冬前啊 那就准备满的 接的都是排队买烟筒的 然后一到冬天就有人专门来 告你们家里得留一风斗 不能要不然你这煤气中毒 每年还都发生这煤气中毒的事故 那东北不是 东北是火炕 火炕特别舒服 所以东北人就养成了这种猫冬的习惯 过去 就为什么二人转在东北流行 就因为过去东北一家子住一大屋子里啊 然后转圈的大炕 中间就那么快地 只允许俩人在那表演 所以他久而久之 冬天闲着没事嘛 就形成了这种二人转的文化 过去老北姓啊 老北姓冬天有钱的人生个炉子 没钱的人怎么办 那都忍着啊 你不是说忍不过去 能忍着 那到了这个皇宫 他就不一样 皇宫呢 这个当然也有生炉子 他更多的 他用一些辅助的 叫比如火盆啊 这个熏龙 那么皇上住的那地方呢 更重要的呢 他是这个 有地暖 这个地暖这东西太好了 我们今天北方 以至于南方啊 现在南方人家里 这个很多人都安了这种地暖啊 地暖呢 它是由底下 向上暖的 它符合这种养生之道 然后过去说 头寒脚暖八分宝 对吧 头寒脚暖八分宝 那么这地暖呢 我们今天啊 因为我们在北方啊 有一阵子全是暖气 暖气有那种气暖 有水暖 气暖那暖气特难受 还有的就是 宾馆那送热风 那更难受啊 不要说南方人过来 都不适应 北方人都不适应 但现在最好的 这个取暖条件 我觉得就是地暖了 地暖比较科学 那么最早使用地暖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皇宫 我们今天到这个故宫 你注意看啊 大太阁殿啊 那个住大殿里 这个周圈都有那火道 都烧火的孔 一到冬天 这些地整个把这个建筑的地都烧热了 因为像故宫这种大建筑 那通高都是十几米 二十米的那种通高 你要想把这屋子给轰热了 那太难了 所以只能地热 地热呢 热气慢慢往上走嘛 所以这个温度特别合适 这种东西呢 叫地炕 其实就是地热 我们在漫长的冬季呢 这是古人发明了很多有意思的这种过冬活动 你说这冬天老猫在家里也不成 是吧 过去很早 讲百家讲坛 讲过这个九九消寒图 我们每年冬至以后开始数九嘛 数九嘛 就是一九二三九四九一直到九九 九九八十一天呢 那九九消寒图就是找九个字 每个字九笔 叫亭前垂柳 珍重戴春风 看写得不仅美 内容呢 还跟你所要表达的 这个意思呢 吻合 但每天你只能写一笔 这每天写一笔是一个挺难的事啊 你就跟你说你会唱一歌吧 每天就唱一句啊 第二天你接着这句唱 你试试 他找不着感觉 所以把这个九九消寒图写完了呢 这春天也就来了 但是在这漫长的冬季中 我们刚才说九九八十一天 你两头算钱也撒一月呢 是古人最流行的呢 活动啊 史外活动 就叫冰息 有点像今天冬季奥运会的意思 北方大多数地区 基本上一到冬天呢 都是几个月的时间被冰雪覆盖 你想北京也得有三个月 那东北得五个月吧 到了宋代 宋代就一千年前 皇帝也喜欢冰上的娱乐活动 南方人喜欢什么呢 喜欢秋千 有一种秋千在水上玩 船上的荡来荡去叫水秋千 那南方人就喜欢冰息 就这个冰上的运动 明朝的记载已经很清晰了 乘坐的那个冰车呢 就成为北京城内冬天的这种风景线 我们小时候都坐过冰车 冰车有两种 一种呢是别人帮你 就是动力不来自于你自己 是别人推你或者怎么你 还有一种就是自己来自动力 有两个冰叉啊 这么插着 有坐着的 有站着的 有各种 还有那种高速的 就只能站两个脚 站起来 滑得非常飞快 今天都看不到了 今天除了好像穿冰鞋 没什么新鲜的呢 那么这种乘坐冰车的这种游戏 在晚明的时候呢 特别受社会欢迎 所以在晚明的这个书中啊 绘画中呢 都有记载 有一个很清晰的记载啊 是这个天启五年 也就是1625年 当时呢 满族人在后今 他也有一个年号 是他天命十年啊 他在那个正月初二啊 大年初一过年吧 正月初二就出来了 当时东北 诺尔哈赤正在崛起啊 他在冰冻的这个太子河上 举行了一场冰上运动会 这是我们有记载的 那距今呢 四百年了啊 差几年就四百年了 太子河是辽宁呢 比较大的一个河流啊 现在位于辽宁省的东部啊 可见当时这场运动会的规模 应该还是在那个时候 应该算很大了 当时比赛的项目呢 有冰球和花样滑冰啊 你得冠军了以后 奖赏什么呢 那时候不是给你奖牌 直接就给你银子 给你二十两 第二名呢 给你十两啊 这钱在当时算一笔大钱了啊 满族人啊 他进了山海关以后 到了北京以后 北京应该还是很冷嘛 他把他的兵车之乐呢 就给带来了啊 就把他是竞技华兵呢 就带到了北京 尤其到了清朝的康庸两朝啊 那时候天下已经坐定了嘛 兵上运动就变得特别丰富 乾隆皇帝甚至把华兵运动 定成了一项 这个国俗啊 和另外一个巡姓啊 一个围猎一样 每年呢 他就定期举行了 那他作为这个 宫廷的重要典制呢 他就记载于清并的大清会典之中 这个 这上面能找到这样的字 就皇上所说呢 兵夕为国制所重 就是说 我们兵上的这个 这个运动 为国家呢 定下来 而且很重视 每年到了冬至日啊 皇帝就会在迎台观看兵夕活动啊 就我们可以说观看兵上运动会 腊班节的时候 皇帝会陪太后到北海的庆销楼呢 观看这种兵上运动会啊 参加兵夕的这个人员 一定要分为两队啊 每队数十人啊 这个各队有十二个主要人物 要穿着红黄啊 两色的马罐 以示区别 那比赛嘛 你得颜色分出来 这种比赛呢 分花样华兵和速华 你看跟我们今天差距不大 对吧 花样华兵就要在兵上啊 摆出各种造型啊 还有就是杂耍杂技 我们有时候你听听啊 那时候古人呢 起这名有时候特形象 但是不怎么哑 比如说这造型叫大蝎子啊 你看那蝎子肯定是这个 这只尾巴翘起来 那可能就是一只腿翘起来啊 比如叫双飞燕啊 比如叫哪吒闹海等等 这些一听 这难度就比较大啊 那速华就不用说了 速华就是你爱啥姿势没关系 你谁华的快谁就赢了啊 今天当然有能觉得姿势特漂亮 那姿势漂亮也是因为为了华的快啊 没有一个人做姿势漂亮为了华的慢的 那皇上一定把华的好的挑出来 分三六九等啊 这个分出来啊 每个人发赏赏赢 一般参与的人每个人都能分到一点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因为他有个道理 这个皇上他不是光看你比赛 因为这个清代满族人呢 他把华兵和这个兵上的足球和摔跤 作为守卫京城部队的一个军事训练项目 这东西不是光为玩还是强身健体 而且在军事上有用 他为什么有用呢 因为他这种技艺呢 他叫跑兵鞋 他跑兵鞋呢 在过去在东北 在如果你沿着江啊 你迅速行进的时候 你比你走道要快的多的多 所以过去啊 清朝军队里就有专门这种溜兵的兵种 有点像我们的骑兵啊 骑马是个兵种 只不过这些年用不着才给取消了 所以他叫继勇兵鞋营啊 刘兵的兵士呢 就叫兵鞋 他就叫兵鞋 教习这个刘兵技术呢 就叫兵鞋教习啊 就是教练 管理刘兵的机关呢 就叫兵鞋处啊 这个很简单 当时所用的兵刀 可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啊 他首先没那么高啊 现在这兵刀特别高 你要是不会滑冰的 你一块上去站不起来 你脚腕的没劲 他就是在木板下面 用钢条或者这个钢片 绑在这个鞋下子就成了 特简单啊 这种 我们在东北也做过 两块木板叠 绑两根铁丝就能 就那五号铁丝 绑在下面 你把再跟鞋绑在一起 就能上去了 那东西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学 不容易摔倒 乾隆十年的时候啊 乾隆十年是1745年 那距今有不到300年吧 叫一百二百八十年啊 乾隆在观看这个兵夕之后呢 他写了一个兵夕复啊 就很高兴 他就令一帮大臣呢 给他写同样的命题作文啊 就是我写了兵夕复 你们底下 因为那过去那个 宫廷里的重臣 没有一个文学 本事不够的啊 都能按照皇帝的这路子 再写一遍 各写各的 然后他就让宫廷的画师们 就把这个兵夕的圣典 就画下来了 你今天啊 看这个台北国公伯仰院里呢 他就还有这个 玉制兵夕复图啊 北京也有一套啊 是姚文汉绘制的 叫紫光阁次艳图 他比较完整的在线了 当时宾夕的一个 这种盛大的一个场面 对吧 那么宾夕图 其实画了不止一个啊 至少我们现在能找到两个 一个是金坤为代表画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张维邦啊 包括跟姚文汉一块合作的 这些呢都藏在这个故宫博物院 这些作品呢 他真实的唯妙唯孝的记录 当时的冰上运动 那我们想 我们国家这段历史还是挺长的啊 他除了专为皇家表演的 宫廷溜冰啊 技巧之外呢 在民间呢 也盛行这种 溜冰活动 上游所好下壁渗烟嘛 在石上海啊 护城河的冰上的这个促局啊 就是踢球 皆是民人练习者 那打冰球可不是我们现在打冰球啊 怎么现在看的那个比比赛 打冰球是外国人的 我们的呢 是在冰上踢球啊 所以的民间呢 就有一些花样花冰的好手 穿着冰鞋来踢这个球 文献记载啊 就古代古书上有记载说 有一个人叫齐世林啊 说他12岁就练习这个 能表演出很多高难动作 比如猿猴抱头 那我这这没啥吧 要子盘云 这是估计高啊 凤凰展翅 卧云啊 什么等朝天灯等姿势 那我们今天看啊 就花样华冰运动员 他所做的高难动作 真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我们自己称我们自己是华夏儿女 那么夏商周时期 我们以什么为主食呢 有很多词我们并不陌生 比如五谷丰登 五谷杂粮 可见五谷一直是古人的主食 五谷都是什么呢 这个史料的说法不一 我们普遍的认为的一种说法 就是倒数计脉书 一部反映周代礼教的诗歌总集 比如我们的诗经 大家都知道 关于五谷的描写是非常多的 最朗朗上口的就是 硕鼠硕鼠 无食我书 硕鼠硕鼠 无食我慢 这个鼠去了壳 就是黄米 煮厚以后就是粘米 比较粘稠 孔子先食鼠 以嗜鼠为五谷之先 那么我们都知道黎骚 屈原 屈原投江以后呢 楚人就将包好的粽子呢 就投江祭典 那时候包的就是淑米 所以我们今天吃年糕 吃粽子都是年的 季呢 又成素 这个素有五彩 但是我们一般生活中知道的 这个素米就是小米 基本上就是黄色的 但是它有白红 黑橙 甚至还有紫色的 小米的颜色是很多的 但我们生活中吃的 基本上都是黄的 那么倒数计脉书 书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中很少说 它就是我们豆类的一个总和 所以汗以后 直接就称之为豆 那人类在吃这个 吃的这上面 第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在吃 怎么吃的呢 那手 然后点燃了火 逮着的动物 就是用烤的方法 进行这个加熟 那么直至今日 人类对这个烤的这个吃法 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啊 它因为它直接简单啊 直接就是火赋予人类的 这个一个礼物吧 人类要摆脱这种如毛饮血的 进食方法 那肯定是从烤开始 对吧 我们早期的时期啊 早期也都是到商周时期了 商周时期的这些时期大量的盘什么的 它都是把烤肉搁在盘子之上 我们对这个烹饪的方法 最可以想象的就是烤 早期一定很长的时间 人类吃熟食都是通过烤完成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 是煮 煮跟烤比较起来呢 它就需要多一个容器 就我们说的一个炊具啊 你可以说你没有架子 你织三块石头 它就可以用锅开始煮 那么煮明显的比烤呢 要复杂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最早期的 能够明确的是 我们用来煮的容器有什么呢 有一种东西叫利 这个字呢 如果今天单独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会认为它是隔 就是我们隔离的隔去掉耳朵旁 这个字念利 那比如我们早期的文化中啊 比如新链文化啊 在甘思省博物馆藏的 它有一个双钩的 这个双钩纹的彩陶利 比如我们商代的这个国家博物馆藏的青铜利啊 这个利呢 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三足 三足鼎利我们都知道 但它这个足呢 跟鼎的那个足不一样 它的足是呈带状 什么叫带状呢 就像口袋一样 三个口袋一样的带状呢 是中间是空的 它在受火的时候容易加热 又比较稳当 我们今天的这个锅 基本上都是平底的 或者圆底的 直接搁到你的煤气炉子上一加热 它比较均匀 那古代呢 如果用这种 因为它火来源是比较原始的 就是脾柴一点着了 呼噜呼噜一烧 那么你的带足呢 它受热面积大 它就使它的这个里头的 溶进去的水 能够尽可能的烧开 我们今天因为长时间的 使这种金属器皿啊 金属器皿的导热系数都比较好 加热你没有这个烦恼 但是你用淘气的时候呢 它这个导热系数很差 所以呢 就很长时间烧不开 我们今天使用的 比较原始的还有石锅 你比如你要去韩国店 韩国店的米饭什么 都是用石锅的 那石锅加热起来就特别麻烦 它就比较 时间就比较长 那陶锅它就更长 陶锅我们今天生活中 偶尔还用的是砂锅 他把它煮热了 就非常费火 所以古人在这样的早期的 这种炊具中 力是一种最为实用 最为有效的一种容器 那么有了这种容器啊 可以煮的时候 你就发现它很多粮食就可以煮了 比如我们知道的穀物啊 稻米啊 它可以直接将水就煮 煮完熟了就好吃 我们今天你想想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火 没有水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能把稻子 小米 麦子这样的东西 能够咽下去呢 我估计也能吃 你搁嘴里慢慢嚼着 对点水也喝下去了 但是你的吸收就很成问题 那么煮食的这种食物 跟烤出来的食物比较起来呢 煮的这种食物吃起来就不容易上火 今天你多么喜欢吃这烤串 你天天吃你也受不了 所以煮的这个熟食技术的发明呢 使人类的这个消化又提高了一步 就消化吸收又提高了一步 那对应的寿命又会延长一些 那么我们今天都知道 这个王 就过去的周理规定 王九鼎 山河九鼎 一言九鼎 就这么来的 诸侯七鼎 清大夫是五鼎 士是三鼎 他是有等级的 我们对鼎知道的比较多的 就是这些年国宝的各种宣传多 你像私母五大鼎 现在也称后母五大鼎 他是方鼎 这种方鼎 他的礼仪性比原鼎就更庄重一些 我们实际上在各大博物馆里 看到的最多的 往往都是这么大小的这种圆顶 这种实际上就是当时的锅 就是一种炊具 我们想想这种人类的 这个吃熟食的 这个最原始的状态是烤 烤完了呢 就是煮 煮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个现象产生 所有的东西搁在水里 是很容易煮熟的 如果这个东西 高出水面的时候 发现他蒸汽也能把它蒸熟 所以人类受这种启发呢 就出现了第三种的烹饪技术 这种技术叫蒸 蒸呢 大家都很明白 我们今天说蒸馒头 蒸包子 你蒸什么 你都底下是水 用蒸汽把它蒸熟 它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一种烹饪方法 那么你吃了这部分东西 用蒸汽通过加热 这个让它能够迅速成熟 它的好处有两点 第一点呢 它是比较饱鲜 你知道好多东西蒸出来就比较鲜 你煮出来 相对就损失很多成分到汤里去了 它营养就不会被破坏 第二呢 它是不需要翻动 就可以加热成形 它可以保持那个菜肴的完整性 我们今天其实吃这种蒸的东西 除煮食以外 复食中呢 我们经常能吃到一些地方特色比较强烈的菜肴 比如云南的汽锅鸡 还有的地方的汽锅排骨 汽锅羊肉 它都是通过蒸汽 把这个肉给这个蒸熟的 你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烧煮蒸 这三个过程 你可以知道这个人类的烹饪技术是不断的完善的 那么容器同样是这样 有一种青铜容器叫蒸 这个蒸呢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粒加一个眼构成的 这个东西一拆解 你看得很清楚 粒呢 就是里头割水 把它把水烧开 那么眼呢 就是割这个食物的 跟它隔着 眼上面一定有一层壁子 我们今天蒸东西也是 一个笼屉 笼屉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家里的笼屉都是竹编的嘛 每次蒸包子 蒸馒头 那个我母亲 她们都是拿一块铁布搁在上面 然后蒸完的时候 接锅的时候 每次滴了那个铁布 让那个馒头翻一个个 那个感受非常的神奇 我到今天都还记着 那么你从吹具的这个材质啊 由桃到青铜 那反映了文明的进步 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对吧 因为金属的吹具到今天 依然是我们吹具的这个主角 我们每个人家里的锅 基本上都是金属的 当然现在有些新材料 我也不是很弄得懂 但是我们大部分的 不管你是蒸锅还是炒菜锅 都是金属的 因为它导热好嘛 我们通过啊 这个对吹具的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刚才说了啊 从这个顶啊 包括力到顶到眼到正啊 到这些吹具的这个眼镜 能看出先秦上礼形成的一个脉络 它礼怎么形成的 都是我们对于吃的一种敬畏 古人对吃比我们今天要敬畏的多 首先是第一个观点叫节约啊 因为那时候弄点吃食不容易 没有人浪费 第二呢 吃饭之前呢 要有仪式啊 要有对着食物说一点敬天的话啊 但有的人根本就是盘子上来拿着就吃 根本没有对吃这个事有敬意 但古人不是这样 古人对吃非常的有敬意 那我们吃呢 真正古人吃什么 我们今天只能从出土文物里啊 慢慢的去判断 或从古代的文献中去去找到它 我们中国人吃的一次大飞跃呢 是在汉代张谦出使西域以后 就带回了很多东西啊 比如我们今天随时随刻都可以吃到的黄瓜 那从汉代就带到中国 那么他一开始进来的时候不叫黄瓜 叫胡瓜 我们都知道胡子打头的都是外来的啊 今天好像黄瓜是绿的 为什么叫黄瓜呢 对吧 黄瓜是到老了才黄呢 就据说呢 原来十六国时期呢 这个出身这个平寒的奴隶的这个 石勒当上了皇帝以后呢 他建立了一个赵国 由于他祖上呢属于匈奴的一支 那么他当然知道胡人这词呢 就有贬低的意思 胡人是站在汉人的角度上 说他们是胡人 所以就下令 就说不许说这带胡的 避讳改了它 所以那时候胡瓜就改成了黄瓜 你比如十六啊 十六这个古代也叫安十六 为什么叫安十六 它产生于安息国 就是今天的伊朗 葡萄呢 葡萄这两个字写法太多 今天这个葡萄这两个字是固定的 历史上我看到最多的葡萄呢 是写葡草的葡 就我们常吃的那个桃的那个桃 那么奇名要素中写的就 这个很清楚啊 就说这个葡萄呢 是当年当前初始细域到大渊国啊 取来的 然后回来就种 那晚上很好长 它是那种攀岩的嘛 我小时候还种过葡萄 葡萄那东西挺容易种的 捡两个干枝 插在土上就很快就活了 大概两年以后就开始接葡萄 那我们都知道这种蔬菜类 水果类啊 还有呢 就是带有异味的这个 也可以叫调料 也可以叫食品 比如我们 就是我最爱吃的啊 有一种食物 有一种菜吧 叫香菜 香菜在北方的生活中呢 往往都是做配菜 比如吃馄饨的时候 切点香菜末 是吧 但是香菜是可以做主菜吃的 比如啊 香菜可以拌着吃 也可以炒着吃 但是很少有人炒香菜 因为觉得它那个味道太冲 涮火锅的时候 可以直接加一块子香菜 都可以涮 香菜呢 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爹就管它叫盐水 山东人嘛 就叫盐水 据说现在华北地区的人 基本上还管香菜叫盐水 盐水是一个很老的名字 据说它最早就叫糊水 那肯定是从外来的 再一个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胡萝卜 你看胡萝卜这东西就有意思 很多人吃萝卜不吃胡萝卜 很多人吃胡萝卜 觉得生着吃还能勉强 熟着不吃 觉得它有异味 所以这种带有异味的东西 往往都是外来的 我们中国人 或者说中国这块土地上 所产生的很多蔬菜 让我们吃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味道 但是外来的东西往往带一些异味 这种异味一旦你喜欢它以后 它就会变成了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食物 那调料类都不用说了 我们都知道芝麻 芝麻我们过去烙饼 火烧 那个芝麻 那大蒜就不用说了 大蒜很多人特别愿意吃 但是吃完了以后 最好是晚上吃 没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吃 有社交活动的时候吃大蒜 那个口气非常的大 原来我有一个朋友 晚饭吃完大蒜跟人跳舞 那个女伴就直接说 说以后吃完蒜不要去跳舞 就是可见那个味道有多大 所以大蒜最早也是外来的 叫胡蒜 还有胡椒什么等等 我们今天走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不管大城市小城市 还是极限城市 现在水果变极